大家好,我是住在意大利佛罗伦赛的带林 又到了每年留学生开学的时间了 今天聊一聊留学生在海外谋生的事情吧 首先呢,要明确一点 就是现在留学生谋生的手段和半个世纪前 老华侨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不是非要去中餐馆工厂里面去干体力活才能养活自己 很多人呢,以数字游民的方式在各地生活 所以如果你是学设计编导的同学 完全可以在线接一些设计或者剪辑 再或者是写脚本的这类活儿 赚一些零花钱 即便你不会这些呢 只要你能说会到 做短视频,播客,直播 做好了也是能赚钱的 再就是现在很多国家都生活着大量的中国人 在华人社区里面也有大量的工作机会 甚至不需要掌握当地的语言 都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而且你在国内如果有互联网金融教培的经验 在华人社区里面也属于是稀缺岁眼了 你能够发现很多的创业机会 不过我发现呢 手里有些钱的留学生还是喜欢干餐饮啊 投资房子啊这种 毕竟这是被验证过的很赚钱的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转国内外的信息差了 现在互联网虽然非常发达 但是信息差依然是存在的 比如做留学啊 还有高端旅游 其实他们的底层逻辑还是信息差 而且由于留学生呢 就base在当地 所以信息差再加上语言和经验的优势 肯定在国内就变成了吸血资源 能够形成变现的闭环 最后呢我们再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门手艺 或者学一个技术类的专业 是不是在海外更容易生存和赚钱 这个分两方面啊 就是看你这个手艺或者技术 是不是有人买单 比如说做手工手势 可能呢就涉及到创意啊审美这一方面 要找到和你品位相投的人 可能你还需要会拍照 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做营销 如果你不是挂靠公司的买手导游司机 其实呢都是需要此类的营销的 如果是有挂靠单位 那么一部分的收入肯定是要上供的 有一部分上供给公司 还有一部分上供给国家 还有那种就是纯体力活的 那种纯白领 比如说木匠 瓦匠 园钉啊这种 这些工作肯定也是有门槛的 是要符合一定的从业资质 才能进到这个行业里来 大家都知道国外的人工非常贵 但是大家也应该知道 这些人也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干 而且呢一旦你在工作中受伤的话 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你今后的这个工作 总之啊在海外谋生不易 你看有人轻松松松的在赚钱 其实之前没准交过很多的学费 或者长期的收入不稳定 之后呢希望大家学业有城 有房有车 我是戴琳 我们下个视频很快再见啦 吵吵 吵吵 吵